巨型水馬開始入水 警方的墨幣空間搜查隊和警犬隊在附近地盤搜查 警方說沒有情報顯示習近平來香港期間 香港會有恐怖襲擊 但是警方說國際近期接連又恐襲 所以將習近平的受襲擊威脅列為火高 灣仔會展一大保安區會較大 但是沒有說明實際有多大 今次警方在灣仔不設立的保安區 都被過往類似的行動為大 而所有封閉或改道的路段都亦較以往為多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市民是可以自由進出保安區的 亦都不受到任何限制的 只不過在一些時段是很視乎領導人身處的位置、活動 消息說習近平到達之前半個小時 市民就要離開保安區 至於示威區就是在保安區之外 例如是告示打道而北 警方可以安排遞訊 示威區的遠近,正如剛才我所說 我們都是以保安的準則為標準 就和示威人士見不見到主席 或者見不見到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沒有什麼相關的 警方說星期四零時 到星期六中五十二點 會議到以北一帶部分道路將會封閉 出入的人和車要接受保安檢查 會議到和港灣島一帶道路也會簡潔性封閉 而星期四早上九點到星期六 埃曼、港島北、例如山頂 到九龍半島一帶 例如是昂船州海軍基地和舊啟德機場 會列為農事禁飛區 警方強調任何出現在禁飛區的飛行物體 都會視為是保安或是恐襲威脅 會採取行動制止 武士尼斯記者一場笑何不得 在北京,國家副主席李元朝接見中華廠商會成員 重新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變 隨指營在北京報導 李元朝在人民大會堂和中華廠商會港京團團圓會面 他說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不僅是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題最佳的安排 亦都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最佳的制度設計 中央將長期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不變 叫一以貫之,堅定不移 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一是堅定不移 不會變,不動搖 二是要全面準確 不走樣,不變形 他又說希望香港各界將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更好地結合起來 反而基於港上國家發展快車 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行會後引述李元朝說 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會有矛盾 但可以完全化解 又或對新一屆政府班子有信心 李秀行又引述李元朝說 特區政府過去花了很多精力解決政治問題 希望能夠務實一些專心發展經濟 又希望雙屆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工作 無線電視記者一起指引在北京不達 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艦下個月來香港兩日 作為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一部份 到時會第一次被民眾登嵐參觀 遼寧艦星期日離開山東青島軍港 執行跨居機動訓練任務 香港國際慶典委員會主石正耀彤證實 遼寧艦下個月初將會來港訪問兩日 作為香港回歸20周年的活動之一 市民到時亦都可以登嵐參觀 亦都將會是遼寧艦第一次開放被公眾 至於具體安排 正耀彤說要等特區政府公佈 遼寧艦是中國第一手航空母艦 由蘇聯舊航母眼倆格部改造異性 在2012年入列 滿載排水量有6萬7千噸 過往美軍航母港港一般會停泊在 精衣隊開架海面附近 今個月初 俄羅斯導彈巡洋艦雅良格號 就停泊在啟燈郵輪碼頭 開放被市民上艦參觀 有軍事評論員說 遼寧艦未必會開入維港 維港的水深海潮路 亦都曾經在英軍的航空母艦航空港 但是涉及到那個惡道 那麼繁忙 濟實和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會不會通過維港 現在已上早 其他配合回歸20周年的慶祝活動 包括在維園舉行的科技展 展出中國第一手航運飛船天舟一號 以及將中國的一顆人造衛星 送上太空的長征一號火箭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施過鬥 旅外股市下挫 科技股繼續收押 美匯指數曾經跌超過百分之一 稍後回來會有詳細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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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沒機會比我眼淚 加油啊 我門色驕傲,今晚十點半,比出去 有些東西給錢更重要,就是人家穿 當時我真的覺得你是受到威嚴 又是你的感覺,那為何不即使你開個環境 神經病,有偵探你嗎?我會幫你找到你的 你叫Suki 邁教育,查取雙人實教 我們來保釋賀Suki,這個是他代表率先 不是吧,你要一個很漂亮的商人 一定是大家對他做的事 踩過界,星期六,日晚九點晚,比出去 媽媽,你給我這樣做,我又錯過了踩過界 想看最新的兩集,不想賣TV Super免費推文 這個是救助兒童會的緊急呼籲 這次東非多國正經歷50年來最嚴重的漢災 數以晚計兒童處於嚴重糧食短缺狀 只有15個月大的AFT,正會生存奮鬥 好像AFT的兒童,會因爲不夠糧食而死亡 清值行動,否則無數小生命將危災單程 救助兒童會,已在當地揭拼拯救災民 我跟很多打工者一樣,每天都薄到盡 退休,未想啊 強積金預設投資已經推出 特點是隨著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增長 而自動降低投資風險 收費設上限,還會分散投資在環球市場 如果你沒有給過投資指示,收託人會發通知書給你 等你選戶口裏面的強積金,是否按與此投資進行投資 昨晚地盤不見你們,是不是去了肯公共測試 注冊做師傅,叫你們做一做開工總注冊的 我就注冊了,專攻專責規定實施了 普及公注冊就不可以在地盤獨立做一做開工了 老爸,我們都去建造業議會的注冊了 有了專業資格,周圍都要用我們開工,所以你就小判了我們 現在我們個個都是師傅來的 小刀人啊 專攻專責規定已經實施,馬上跟你的公眾去註冊了 你以為招標還可以選擇? 我們一早夾好了,你哪有得選擇呢? 我們賺到盡 不要用到我們 七號,一櫃標 你們都不能外了 香港現在有競爭條例 和競爭對手合謀偉標是犯罰的 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全力打擊偉標 維護公平競爭,保障大家的平易,舉報偉標 喂,在你身邊十年,你試過認真看看我嗎? 我就到期了 我是你這十年期駕駛執照 今年起有幾十萬人的駕駛執照要續領 最方便就是用運輸署寄給你的續領文碼上網申請 郵寄或者用投递相多得 親自辦你就預先上網或者電話預約 我逐了,你呢? 改了地址,記得通知運輸署 住在我家旁邊的,我們叫他什麼? 輪舍 沒錯 美太,不好意思,切了梳工來攝影子 不要緊,是你媽媽和我買的廚具 媽媽,我今天有一個商場叫輪舍 對呀,即是難得大家是輪舍 有時你幫幫我,有時我幫幫你 請支持輪舍第一計劃 多多指教 這張是我的卡片 這裡是我工作的地方 透過職業專才教育 入職前,我已經學到這一行的知識和理論 畢業後,我可以很快投入工作崗位 工作表現就得到僱主的認同 過程的專業訓練,令我們可以在韓國業發揮 案發,罰款24億多歐元,母公司Alphabet 股價跌了2.4% 社交媒體Facebook跌1.9% 微軟跌1.8% 亞馬遜跌1.7% 立斯特克指數連續第二天下跌 收市報6146點,跌了100點,相當於1.6% 在今個月九號科技股開始下跌以來最大跌方 無線電視記者,尤家輝報導 在美國品賣的港股月託證券和本港收市比較 造價個別發展 匯豐控股收市折騰68.82,比本港收市升6.02 中國移動83.1,升1毫 中國石油股份4.83,沒有升跌 中國海洋石油8.49,跌1先 中國石油化工6.14,沒有升跌 騰訊控股286.68,跌1.32,中國人壽23.9,跌2毫 長和98.29,跌6先 港交鎖201.06,升5先 聯想集團4.98,跌2先 美元匯價下跌,美匯指數曾跌超過1% 貼近兩星期以來的最低 歐洲中銀行行長德拉吉言論 令市場憧憬會收緊貨幣政策 交上美國參議院押後表決 取代奧巴馬醫保的新醫保法案 美元受影響 歐元對美元觸及十個月以來的高位 美元對日元有一個幾月以來的高位回落 對瑞士法郎觸及七個幾月以來的低位 看美元最新匯價 日元112.27,英鎊1.2813,瑞士法郎0.9604,歐元1.1336 加拿大元1.3195,澳元0.7581,港元7.8003 港元匯價每百日元6.9472,歐元8.8424,英鎊9.9937 加拿大元5.9104,澳元5.9136,新西蘭元5.6639,每百港元低民幣87.35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說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推行的銀行業改革 有助金融體系變得更安全 相信全球各國都有能力避免破壞性危機重現 又說現在預測金融危機會不會重現是延遲過早 I think the system is much safer and much sounder and as I mentioned we are doing a lot more to try to loo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risks that may not be immediately apparent but to look in corner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at are not subject to regulation outside those areas in order to try to detect threats to financial stability that may be emerging so would I say there will never ever be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you know probably that would be going too far but I do think we're much safer and I hope that it will not be in our lifetimes and I don't believe it will be 原油價格連續第四個交易上升升 升幅近百分之二 油價上升系受多項利好因素支持 包括補充盤、美元匯價下跌 同市場預期美國上星期原油庫存減少 紐約球以每桶44.24美元收市 升86美先,升幅近百分之二 輪氧球曾經升至一星期以來的最高 收市佈46.65美元,升八十二尾先 升幅近百分之一點八 兩月期油收市之後 美國石油協會公佈 當地上星期原油庫存增加八十五萬一千桶 終止前兩星期減少 市場就預期減少二百六十萬桶 數據公佈之後 油價在場外電子交易升幅授窄 歐洲主要股市下跌 倫敦富士一百指數跌十二點 巴黎股市跌三十七點 德國股市跌九十九點 美國的負債券價格跟隨歐洲債券下跌 歐洲中銀行行長德拉吉言論 令市場衝敬歐洲央行快將宣布 減少對經濟刺激、債市受影響 兩年期獲債知息率報一離三七三 十年期報兩離二零三 三十年期長債報兩離七四九 金價上日觸合六星期以離價低位之後回升 陳低及納同美元回價上升 都是利好因素 納約期金以每安市一千二百四十六點九美元 收市升五十美先 倫敦黃金賣出提報一千二百四十八點零一美元 其他消息 港大校委會通過落實檢視港大管治建構的工作小組報告 但認為現時不適宜改變特首出任必然效監禁案牌 現任校長馬飛鑫和斯文尚和盧崇某等校委 下午到港大紐老師樓出席會議 港大去年初成立由校外人士組成的專責小組 檢討港大的管治架構 專責小組年初加報告之後 港大校委會成立六人工作小組跟進報告建議 校委會在會上通過工作小組的報告 同意落實檢視管治架構的大部分建議 但對於大學校間的地位和角色 雖然專責小組建議檢討 工作小組指 修例過程漫長 而且具不確定性 認為現時不適宜做任何修改法 建議任何方式 要求校監下放權力 至於校委會主席和成員 也都繼續由校監任命 但是會成立一個新的顧問委員會 就人選向校監提出建議 校委學生代表黃正德批評 報告不符合學生期望 學生一路以來 或者學生會一路以來 都在說希望取消特首校監必然制義 今年初開始拖延報告公開的時候 學生就已經失望著 至於新校長的輪選工作 校委會預計今年內可以確定人選 無線電視記者趙嘉雲報讀 行政會議通過在賣地條款中規定 新商業發展項目必須提供浴嬰室和暴嬰室 政府發言人說 有關部門將會詳細規定 浴嬰間和暴嬰室的面積和數目 政府亦都會在部分身落成政府物業 增設有關設施 跟著社評責要 交給內樂要問 好啊 文匯報社評 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會報 總結了特區政府過去五年來的施政成果 新一屆特區政府有必要 在今屆政府施政的基礎上承先啟後 努力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發展的深層次矛盾 對於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政策 持續大力推進 對於爭議較大的施政範疇 以創新思維尋求突破 從而開拓施政新局面 信報社評 回顧過刑已年 香港的教育政策 呂軒風波 貧租救病 教育局局長吳克劍固然難自其救 梁振英的處理手法 亦都是受人疑病 現在特首和局長都即將換上新面孔 可不可以產生一股正面法學作用 就要視乎林鄭月娥的管治新風格 可不可以贏得人心 東方日報社論 審家報告早前踢爆慈善機構種種亂象之後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跟進 議員紛紛炮轟民政事務局疏於監管 民政事務局想劉光華承認減少資助 在幅度和埋速度上都不足夠 更表示專責管理機構帳目的小組 自1998年以來已經沒有開過會議 難怪慈善機構亂象多多 原來都是當局不監不管惹的 天氣方面 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趙雨 天氣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 新界再高涼度 吹和換南至西南風 展望未來兩三天天氣炎熱 部分時間有陽光 亦都有幾陣趙雨 在四天天氣炎熱 空氣炎熱 天氣炎熱 空氣炎熱 天氣炎熱 天氣炎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